如果這裡再有一個爆炸 你不用看了就要清楚 好 這個不要亂講 我最近覺得我們所有的人都要祈禱世界和平 我不是想真的 我待會兒如果有空再講我的心情 好 我講水 對 這個是哪裡 你們知道嗎 來 米屋這是哪裡 這是你一定要知道的地方 積極 對 積極 積極是在佐水西的大概中上游 那這裡有一個艾孔 所以他就把它攔起來了 形成了積極攔荷葉 那積極攔荷葉的水到哪裡去 六七 對 到六七 他這個蓋這個就有好幾百億 然後就再花一百多億千管穴 到麥寮的海邊給溜進湯這樣子 所以積極的這個水 還有積極的這個佐水的這些微量元素 就沒有再下去了 所以冬天的時候 然後呢 佐水溪的河床就乾枯 所以就怎麼樣 沙漠荒 那佐水溪的水 因為沒有活水從源頭來嘛 所以呢 他的用水就不足 所以彰化的農田水利會就限水 有時候是工醫修妻 有時候是工妻修醫這樣子 那我有一個朋友呢 就是吳穎玲 他不是種田嗎 他種田只要打三通電話 找人來插秧 除草跟收割 他還是要有工作對不對 他的工作是什麼你知道嗎 半夜是去那個 去去去去 去去去去去 去偷別人的水 為什麼 因為他們他的田沒有水 他會把我罵死 好 不管啦 賣 出賣他一下 為什麼 就是因為我們的供水系統 已經溫亂了嘛 可是這個溫亂還不只是這樣 各位這樣的一個水流下來 不是只有地表的淨流而已 河流最重要的功能 是他流金的這個土地的 地下水的補助 對不對 我們地下水怎麼來 下雨來 還有河流流金去補助 對不對 所以最近常常講說什麼 哪裡又地層下陷 哪裡又地層下陷 然後講的好像都是農民 操受地下水的問題 我就很想要做一個研究 因為我不是做這種環境科學的 是不是有人可以去推敲 就是積極然和 因為有蓋跟沒有蓋 那個地層下陷的比例 我覺得根本就是這個 濁水溪的水沒有在這邊流 沒有形成一個河流的 這個地下水補助的一個自然的平衡 我認為這是原因之一啦 我不是說它是絕對的原因 所以我覺得一個河流 你就要從中上有把它阻斷 然後供應一個遙遠的六星 它形成了是這麼多的環境問題 可是我們不去換這個源頭產生的問題 我們反而去指責這些農民操受地下水 這是一個問題 對不對 更何況 這些水全部是拿給一個工業用 那已經造成了中部的供水混亂 然後呢這張圖不是我做的喔 這張圖是我從中區水智源局拿來的表 彰化 它從哪裡拿水來 石鋼 石鋼在哪裡 沒有人知道石鋼在哪裡 對 石鋼在台中 中間隔很遠喔 雲林 蛤 很遠 對啊 有點遠齁 雲林 除了地下水之外 它從濁水溪的林內 林內在半山腰 雲林跟築山的交接 那我們南投 我們因為有志月堂 我們合避面水避下水 所以呢 因為一個濁水溪的供應呢 吊給雲林的六親用 所以整個中部的供水就混亂了嘛 台灣其實是已經是一個供水混亂的地方 這個做水資源運動的人會跟你講更多 所以才有之前的那個 八八風災那是什麼 叫做什麼 不是啦 把他山洞打水 從南部吊水到 略業水 對啦 略業營水從南部引到那個 這我的水庫嘛 然後呢 你們知道假設國光石化蓋了的話 他要從哪裡拿水過去嗎 國光是在蓋在彰化很好 彰化沒有水啦 南投也沒有水啦 他就再往北走 他到苗裡大渡溪去拿水 亂七八糟 而且國光石化一年用了 是四十萬噸 每天就超過彰化全部 這個供水是包括現在彰化的工業 農業游泳池學校日常用水 所以我覺得我們已經形成了一個 非常荒謬的水資源的配置 而這些水資源的配置 當然也就影響了台灣農業的生產 然後我更可以跟大家講 因為那個水源的調配來不及 然後我們給六清又有那種 離島建設條件 六清的賣了是離島 這實在不得倒是夠了 然後呢 所以工業局還要跟水利會買水 來補貼六清 每年二十一 你們能夠等壽嗎 就是是的 所以如果說王永清是金銀之省 你跟我的稅金也是有 這樣貢獻了一點 你覺得好 那講到稅金給大家看幾個數字 這個因為我實在是怕被人家那個罵 所以我還把資料來給你們寫在這裡 這個是2005年 也是稅改聯盟 他們那時候 這個不是稅改聯盟 這個是那時候好像有一個叫做什麼 租稅的一個改革委員會 他們公佈的 那一年 2005年的租稅 南亞 南亞是排座的那個 他賺了四百一十億 注意喔這是賺的 我們是營業 繳了多長 11億 稅是2.76 國泰 大概很多人都會買國泰保險 賺了249億 繳了2億 0.9億 更厲害的人來了 台積電 那個我們台灣的產業的龍頭 賺了934億 繳了多少 2億 0.26 各位你們有沒有人講過所得稅 或是你的父母有沒有講過所得稅 台灣的所得稅率最低一級是多少 6 6 對啊 再來就13了 再來就21了 那我們自己這些辛辛苦苦小老百姓 繳的稅率比較高 人家怎麼會這樣說白 我每次只要到了繳稅期間 我就很痛苦 然後繳了稅之後 我出去就要數目跟10個 有沒有力 我覺得這是我繳的墊肺 沒有 有一種不平衡你知道嗎 就會覺得說 你有繳稅那政府應該要做好一點這樣子 那我要跟大家講這個稅是附帶講的 可是我要講的是水資源 就是農業生產的根基 它甚至於不是農業生產的根基 它就是全民的公共資源 我認為土地、水跟財稅都是公共資源 可是我們現在就是因為前面我分析的 那個國家職能商品化 所以這些公共資源也就跟著財團化 這是台灣現在面臨最大的問題 而這些問題都假借著市場經濟之名 都假借著台灣要經濟發展之名 不斷不斷地奪走你跟我生存的根基 這是最可怕的 那怎麼辦呢 我相信不同的部門做公運的 做水資源的他們有不同的解答 那因為我是做農業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來到這個階段 什麼樣的階段 就是我們的農業沒有錯 我們已經農民有一部分的人 是那種極端的生產 像天人寧藏那一種 然後也有一部分的人是小的農企業主 像非常多的比如說結農農場 可是有更多的小農 像昆仁伯這樣子 像阿祝伯這樣子 然後我們也有非常多的年輕人 想要回去運農 最有名的就是賴清松 然後以及我們最近有很多年輕人 想要返鄉但是還在努力呢 所以我覺得我們是有一個機會 以這樣的小農生產 來跟廣大的消費市場做連結 而且我覺得這樣的連結要多方嘗試 才是台灣一個比較平衡的機會這樣子 那為什麼我認為那個連結要多方嘗試呢 各位你們知道嗎 因為那個工業發展就是非常的集中 然後台灣的服務業 又因為我們有差不多一兩百萬人 在中國大陸就業 所以服務業蕭條 所以我們現在的失業率一直在增加 可是台灣即使經濟成長了 失業率還在增加 形成了一個矛盾的現象 為什麼 因為台灣接單大陸生產 所以我們現在幾乎沒有辦法 在工業部門尋求新的就業機會 所以我們必須要從內需的產業 而這個內需的產業 我覺得農業是很重要 我常常講一個例子 就是農業的產值是被低估 它是怎麼樣被低估 除了價格被低估之外 它是那個計算的標準就不合理 比如說瑞穗鮮辣 就是擠下來那一桶鮮辣 叫農業產值 可是它去高溫砂具 這個就叫死瓶加工了 它去分磚成小包裝 這個也叫死瓶加工 它賣到台北來 從彰化或者是花蓮送到台北來 這個叫運輸業 然後在7-11賣給你 這個叫服務業 可是如果假設沒有這一個牛奶 這個擠下來的這一桶 這邊的價值鏈跟就業鏈全部沒有 所以我就在想說 我們正因為糧食自給率很低 如果我們可以提高糧食自給率 從而提高本地農產品的生產 加工流通 以及這個跟消費者接觸的環節 我們會創造一個新的農業價值鏈 跟新的產業名單的就業機會 而這個就業機會很重要 並不是要你回鄉募農 而是要把農業部門的生產加工業設計 當作一個思考的範疇 那這個是我們最近在思考 而且也很努力在做的青年競想 所以我們就會認為說 不管是地產地銷 或者是像主婦聯盟的這樣子的合作經濟 或者是我們最近推的小農復更 然後以及前一陣子農政的非常多的人 跟商周合作出的一個CSA 社區協力農業的書 都是這個努力的一部分 那這個努力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這樣 這也是今年我們才跟社會大眾疏說的 為什麼我們